大家好,我是好朋友音樂工作室的阿傑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帶來跟音樂沒有關係 今天的主題是 那這個董事大師呢 以後我們只要跟吃有關的東西 我們都會放在這一個專題裡面 那接下來我們今天第一集就來個特別企劃 這個特別企劃是什麼呢 相信大家都有一個經驗喔 假設今天是情人節了 你的另外一半呢突然跟你說 Baby 你有沒有準備禮物給我 這時候可以運用我們的巧思 今天要教大家在野外如何準備情人節禮物 我們需要的材料有 我們在野外突然找到一個廚房的流理台 其實也不意外 然後在野外的超商 找到了大波露 巧克力 還有一卷保鮮膜 還有一卷鋁箔紙 還有在野外隨時隨地都可以撿得到的杏仁 還有等一下可以倒巧克力的模具 這些都是在野外隨時隨地都可以撿得到找得到的喔 我們先打開這個鋁箔紙 以適量的長度 今天先用一片巧克力來做測試 把它剝成一塊一塊的 等一下比較好融化 我們再加一片好了 那我們把巧克力都剝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包起來 因為等一下我們需要去加熱 盡量包成平面 那為了怕等一下加熱的時候會露出來 所以呢 我們再 再多包幾層好了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包好了 包好了以後 我們要想辦法加熱 在野外隨便一定都可以找得到的東西 那就是 一台機車 好 接下來我們把巧克力固定到排氣管上面 把它塞到排氣管跟防燙蓋的中間 因為現在有一點點下雨 所以我們準備了高能量防水紙露貼 我們看一下那個影片 來這裡 好感覺很厲害所以應該可以防水吧 我們來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來把它貼上去 接下來我們就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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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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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烫啊 应该没有破掉 超烫的 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看看 你看 把外包装撕掉了 喔 好像成型了喔 我们的琉璃台在野外走一走难会不见吗 而且现在外面下大雨 野外求生下雨也算是正常吧 我们来打开喔 喔 你看这还好包两层流出来 有看到吗 流出来了 啊 啊 倒到模具上面 顺便换车便食 今天天气太冷了 装到后面已经没办法装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先做四颗 好不好 野外求生四颗就够活了 现在表面已经凝结了 我们要让它整颗里面都冷却 所以我们拿出 我们预先准备的保鲜膜 把它包起来 好 包起来以后 我们用胶带 把它固定到我们的车上 我们开始去骑车吧 Go 我 我们现在来把巧克力拆下来吧 好 什么 什么 干嘛 我們去空曠的地方把它拆開來看看是不是降溫了 我們到空曠的地方了 那我們現在來把這個拆開看看吧 好期待喔 撥起來的溫度是已經沒有溫度跟室溫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哇 原本剛剛做的第五塊 剛做的第五塊有點失敗 整個面巧克力鑽 可是原本我們的四塊是蠻成功的 我們拿出野外求生必備的塑膠袋 這個在野外求生的時候也常常會在路上撿到 那我們把這個盤子放進去 全部都敲下來了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成果吧 好的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懂吃大吃 我們在野外教大家如何用隨手可得的材料做巧克力 讓你情人節就算在野外也可以 隨手做出巧克力送給你的另外一半 如果這一集的野外求生有幫助到你的話 歡迎 按讚 訂閱 分享 留言 然後記得要把小鈴鐺開起來 因為我不會準時發片 那就這樣囉 掰掰